好了 主裁判上影响 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打响 场上身着蓝色球衣球裤的是主场作战的广州复利 而客队河北华夏幸福 携两年胜的气势而来 身着红色球衣 白色运动暖裤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呢 对于双方来讲 陈志周 内部突然起一个直线过顶球给他进去里面 家伟转不了身 倒三角传回圈顶 两个人露了球 都以为自己队伍要踢 结果露出去之后呢 给了卢林 卢林呢 一个是好像举起 示意他约位 正面呢 很难突破 还是再推给左边露 跟进之后 队长 江志鹏的这一脚低平球的横扫 很有威胁 对 相对来说呢 他这个就是两边的大看台啊 有好的这一连串 我们看河北华夏幸福队 这一连串的边中结合的地面的船切渗透 非常有效地撕开了对方的中路防线 是 没有完全能够发上力 我们看 出头一点 对 对 哦 这球 零到零尿的左脚啊 我们看杨成东视线背挡也确实是向晋文珠跳了一下 张成东自己带 强行穿当过人 哎 又抢下来 打进军里面 结果第一时间球抢下来之后 阿乐一笑没射门 多带了一步 打开散开之后 突然间前插的那个人 哎 结果赵玉豪失误 呃 啊呃 呃 呃 抢得很好 路索呢 想法也不错 趁着杨成没回去 嗯 嗯 呃 呃好球啊 零丹丹奥 鞋船给张浩伟 小小路 张铭剑下底之后的强行起脚船中 打的对方后背着 我之前这个反击速度是快点看这次 张哈韦漂亮 张哈韦进到雷纳尔迪尿的左脚的斜船 小个子雷纳尔迪尿 老师再往中路给船顶外套被推过来 送门前 啊来地球啊 越位还是越位在心 赵威琳 船后点点非常准 点船的真准啊 是 再转右错 张铭剑 45度船中背中钉了一下还有机会 但最后拉维奇这脚射门没处理好 让球转身 张浩维连过两人杀到进区里面 再往底线领一下插花脚传中 我们看先是在进区外 连过对方两人再往底线走 还要玩一个插花脚传中 走路45度斜船给他进区里面 李鸿博 好的 在那领料 看中间同伴的外置 除了那个前点投球抢了之外 那就没什么机会 老维奇 好球 漂亮 哇 积攒了 大半天的这个力量之后 厉害 他是先摊了手 我一看队友没人来进 自己带 没人进 干脆自己来吧 这球呢 最后这下 其实射门的距离也是蛮远的 进去湖顶啊 而且是斜线 已经有了这个动作之后 来了一段 哎 结尾 踢空了 结果 我们看 没有 广州福利队迅速帮凭比分 再来看一下 先是江志旁45度起球 为对方顶出来 李提枪啊 李提枪的胜目 是二点 河北伐的胜逐这边 金周荣一条给提漏 嗯 结果呢 李提枪跟上之后 左脚的大力禁射 在进去之内 正好 好的 右边路 二楼一枪 推后点 想法很不错 很好啊 嗯 将全场比赛结束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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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